而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也都有包括東方 再講到在昨天的黃雨之下 就出現了這個 繼續漏水的狀況 首先我回應一下這個漏水的狀況 因為其實之前 曾經已經爆過出來 這個西九總站 即是高鐵的西九總站出現漏水的狀況 而港鐵也都 曾經是拍心口 就說已經處理了的了 但誰知道昨天是經不起黃雨的考驗 又再一次是發生漏水 而且是一層 不止一層出現漏水的狀況 如果根據報導 其實我覺得 似乎是這個 港鐵在驗收的情況 是非常之馬虎 如果不是的話 是沒有理由在驗收了之後 繼續漏水 而我更加要說的就是 其實我不停都有重複 就是2014年 這個獨立的專家小組報告裡面 曾經提出過 港鐵在他們一些估計 估算裡面 特別是估計一些 叫做修正工程 帶來的效果 他們有時候是太過樂觀的 當中是包括時間上覺得樂觀 或者那個實質效果那裡 覺得是太樂觀 這個似乎就是重複在2018年再次發生 那麼我在這裡 就要求港鐵當然要嚴肅處理 也都要盡快去檢收 去做回這個保留工程 因為如果根據港鐵的說法 其實它以這個高鐵總站 已經完成了接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工程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包賣這些不停漏水的狀況 而香港是一個會有機會打風 也都會有機會大雨的地方 瘦潮我明 但是大漏水呢 我相信市民都是不能接受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講關於這個出貓事件 那麼今天就有一個新進的發展 就是原來這個港鐵公司的工程主管 都有似乎同意 就是有一個集體支度問題的狀況出現的 那麼當然呢 當然它的解釋就是說 之前的合格率就太低 大概是一成至兩成而已 但是呢 大家要明白呢 我們講的是一幫去負責工程 或者負責維修的前線人員 而他們的考試 講的是不市 如果是有出貓的狀況 還有是集體出貓的話 其實是對香港 港鐵 提供的服務的穩定性呢 是會有極大的影響的 那麼這個部分 是更加不能是心存僥倖 不過呢 作為總結呢 我都要再次提出呢 其實呢 是過往一段日子 無論是沙中線和港鐵呢 是出現連番的問題 而我們見到港鐵呢 是比 就是越來越獨立王國 是更獨立 更混亂 更多造假 還有呢 是更加有詞無孔 而港鐵主席 馬時鏗 由2016年1月1號 開始做這個主席呢 似乎呢 更加帶起一股歪風 就是你OK我就OK的了 那麼大家這些唯威的文化呢 似乎已經在這個港鐵裏面呢 逐漸蔓延 還成為一個新的公司文化 這個是絕對不能接受 所以呢 我在這裡向政府呼籲呢 港鐵主席 馬時鏗的任期 是應該到今年年尾的 我希望政府呢 在他任期戒滿之後呢 不再和馬時鏗續約 謝謝 想問一下 如果您好問 要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還有 要看 首先,解釋是很严重的, 因为一般义民国人, 我认为一位 IPA, 被决定了在阻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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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不知為何這個失敗 而這個失敗 第二,我相信這是一個系統的問題 和MTR合作的問題 似乎這系統的網絡系統 無法反映真正的真正 這個問題是在2014年代表演出版本的關於2014年代表演出版本的故事 所以我不知為何這些問題繼續發生 而MTR失去控制造型的工作, 它們的設計方法和安全的問題上 所以我勸善局想請整個程序 在防止任何系统问题。 当然我们也很关心的是 国际文化的文化。 因为它似乎他们认为问题 是一种随便的。 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 在2014年 4月20日, 我希望MTRC感谢我们的关系 and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deal with their own problems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